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都是圈内颜值非常高的男演员 也不知道现如今的杨子对帅哥是不是都免疫了呢 从爆出的照片中可以看见 杨子戴着一个白色的渔夫帽和黑色口罩 穿了一件牛仔外套 造型非常的低调 杨子的身边还跟着两位工作人员 也幸好有这两位工作人员 如果杨子是单独现身与肖战聚餐 想必又要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猜测和质疑了 照片中的肖战穿搭同样也十分的低调 一身黑色的运动套装与运动鞋 戴着一个黑色的帽子与白色口罩 这帽子和口罩的色系刚好和小猴子相反呢 杨子和肖战 此次现身饭店包裹的都非常的严实 生怕被认出来似的 不过明星出现在公众场合 肯定是要低调一些的 其实想想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杨子与肖战共同合作了余生 请多指教这部剧在剧中演的是情侣 如今两位演员在现实生活中过多交往 不免会让大家误会 他们因习生情了 现如今杨子和肖战都可以说是在事业上升期 在公众场合确实要注意一下言谈举止 不然被拍下什么照片 真的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节奏了 网友们期待余生 请多指教这部电视剧吗 觉得肖战与杨子有没有CP感呢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继续